跟大家说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 重磅新闻 哪儿的新闻 香港新闻 香港什么地方的新闻 香港有个财汇局 知道吧 相当于大陆的财政部 甚至不光是财政部 财汇局啊 证券 最高管理机构啊 都有了 他现在做了一个决定 对普华永道展开调查 普华永道是谁啊 全世界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首 那只手啊 只手是first one 那只手伸到中国大陆来 在中国大陆那是手眼通天啊 翻手为云 覆手为语啊 那这件事我们要说 它的意义在哪啊 查普华永道 和联想控股有关系 联想控股的审计谁做的呀 联想上市谁做的呀 恒大上市谁做的呀 联想控股现在有六千多个亿啊 恒大的事我们都知道了 对不对 许家印钱 这日子不好过 前两天还传 李嘉诚要抄底许家印钱 这事这两天 我注意观察还没有证实 财界的事都是非常非常复杂 有一片树叶掉下来 可能一叶之秋 也可能树叶掉下来 接下来不掉了 联想控股六千多个亿 现在有没有爆雷的风险啊 这件事情如果爆雷的话 可能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 为恒大做账的破花用刀 恒大债务是多少呀 两万个亿 大家都知道 对不对 恒大的两万个亿 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 相当于上海GDP的一半 你说许家印钱 那大老板 财大嫉俗完全可以理解的 但是他的财呢 都是欠的债 两万亿债务 爆雷之前 有人发现什么预警吗 没有 给他们做账的 普派永道 给了个什么报告没有啊 你如果对财界的事略有一点了解 那一定知道 有啊 许家印钱拍着胸脯 不有底气 为什么呀 普派永道给我做账了 普派永道给我出报告了 普派永道 毫无保留的审计报告 说许家印钱 no problem 没事 牛 好 接着扎钱 接着借 我现在对许家印特别崇拜 有一句谚语说 钱重要不重要 你只有去借钱的时候才知道 你去借一万块钱试试 你去借十万块钱 提高一个难度数量级 你去借一百万来试试 你得想一下吧 狐朋狗友何其多也 能借给你一百万的有几人呢 许家印天下都是朋友 能借出两万亿来 你说你有啥不服的吧 许家印的本事从哪来 那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有几乎我们可以单讲 但是世界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首 普华永道毫无保留的出具审计意见 这是不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 相当于用普华永道的这样的人脉资源和权威性 为恒大背书 8月15号什么日子 鬼子投降纪念日 8月15号还是什么日子 美国鬼子撤离纪念日 从哪撤 从阿富汗 反正那一天香港财汇局 人家只管发财 人家不管这些事 财汇局正式对普华永道展开调查 为什么呀 因为你影响香港金融安全呀 所以在这儿我就想问一个最简单的问题 财务的问题咱们也不太懂啊 金融的问题咱也不敢说呀 这件事 姿势体大你不敢乱讲啊 我就说点别的 我就说个2009年 某企业改制国有资产流失问题 好家伙 这两天知道吧 我正在被人放在火上烤 2010年12年前 中美关系还那样那样那样的时候 人家亲戚朋友在美国一起哄 买了一个25万美元的房子 现在已经成了司马南叛国证据 我写了好几份检讨书了 没过关 但沈司马南沈的这么严 沈恒大为什么不认真一些 如果认真一些 恒大会爆雷吗 恒大是普华永道审计的 谁都知道 天下人都知道 但是他爆雷了 上海电器是普华永道审计的 他也爆雷了 大名鼎鼎的联想控股 泰山北斗 教父啊 好家伙 零大的起 也是普华永道审计的 6000多亿债务啊 联想的事因为没完吗 还在进行当中吗 所以现在就画一个问号 画一个问号 联想控股 6000多亿债务 有没有可能像恒大一样爆雷呢 有没有爆雷的风险呢 我们胡同老张跟我说了 恒大爆雷 恒大爆雷 还有囤了一堆地呢 一堆房子还值钱呢 他只是资金账断了 谁让你高利贷 谁让你高杠杆 谁让你不听招呼啊 谁让你没完没了的 砸钱折腾 今天求对 明天怎么着的 也就是说 许家印再不计 一堆房子一堆地 联想你拿啥去怼啊 如果爆雷 请问联想 年收入那么高的高管们 请问你如何自持啊 这事啊 大家都得注意 但是老百姓注意管什么呀 关键是谁 关键是中国那些各大银行得关注 各大银行每天都在 都在人家帅帅的小伙子 哇 走过去之后啊 都一飘一飘的公关姑娘的围围之下 干嘛 贷款 为什么要这么急着贷款 不贷款就砸博 那银行得想啊 我贷款这钱呢 你现在就六千个亿 你现在就玩P2P 你现在就六张小贷牌照 啊 拆东墙 补习墙 嘎金子换银子 高科技企业 那是个幌子啊 各大银行 严重关注啊 不给钱 公关来势汹汹啊 给钱 给钱明天呢 恒大爆雷 联想也是普华用道审计 结构会怎么样 而且还有个特别重要的问题 以前我跟各位说过 剔除商欲和无形资产之后 联想控股是资不抵债的 是一堆窟窿 这一屁股窟窿 这件事不但各家银行 你们得掂量掂量 你们贷款的时候 谁签字 谁负责 而且中国科学院 现在的年轻的院长 如果现在你们不关注这件事 那就不是心脏旧脏的问题了 如果说2009年联想涉嫌 国有资产流出问题改制的时候 29%一刀切走 在别的水里 晃一晃晃一晃 然后就拿回来 把其中一部分 分到一部分人的口袋里 假装没事 溜弯去了 那是以前的事 现在呢 现在如果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那现在年轻的中科院的院长同志 副院长同志 党组书记同志 你们不能说这事呢 跟你们没有关系了吧 最近有一些人呢 参加街牢底战斗队 洛阳产工作队 270工程队 都在街坯司马南 街坯司马南已经在海内外中文媒体上掀起了一个又一个的高潮 大家可以看到 因为司马南呀 真是 我作为一个党培养多年的这么一个老党员 作为一个街道局委会 一直靠近局委会的这么一个退休老头 我2010年12年前在美国花25万美元跟着人一起哄就买了一个小房子 这件事 我反复检讨过不了关 这已经变成了司马南将叛逃的证据 现在270部队正在补充的新的谣言 今天我一看 司马南不是一个房子 司马南还有两个房子 还有三个房子 天哪 我真佩服你们 真顽强 有人问我 司马南你是不是美国还有两个房子 我说是 他说真是啊 我说真是啊 他说不是假的吧 我不知道 还有两个房子在哪啊 都在华盛顿 啊 司马南在华盛顿还有两个房子 对 一个叫白宫啊 一个叫国会山呀 哈哈 那你造谣你还不得有点想象力 反正也造谣 挑大的造呗 话这么说 不是说司马南不认错 我认错 我做错事 我认错 但是一码归一码呀 拜请各位不要转移注意力啊 普华永道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某一个阶段里边 突然间被看好 说中国的审计部门不可靠 普华永道为代表的可靠 普华永道之前有个叫什么呀 叫安达信 知道吗 安达信刚刚进入中国 没多久就爆雷了 眼砸了 给他一道哄 安达信 然后并入到普华永道 普华永道呢 接下来 那么多脏兮兮的过往 人家却包装的很好 深入到我们的经济生活当中 国际民生 甚至到国家的经济命脉当中去 一切了解了一个门清 你说你了解核心机密也就算了 你说你出假账也就算了 你直接让恒大这样的企业爆雷 是吧 你直接让联想控股 六千个亿这事儿 出去好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你到底几个意思吧 是吧 恒大的事儿现在还没完呢 李嘉诚到底来不来接牌 这我们不知道 接牌了之后效果怎么样 李嘉诚英国绅士 一辈子老商场 商界精英老狐狸 他接牌了之后 也不见得日子好过呀 广东省人民政府 当年处理恒大的时候 就两条 一打屁股 二擦屁股 打屁股 你惹的事儿不打你屁股 啪啪啪 擦屁股就是说 一旦爆雷或者已经爆雷 或者已经不分爆雷的情况之下 社会基本经济秩序 你得过得去啊 所以你想想 省政府有多难呀 还有中原某省 何某省 村镇银行 一笔一笔的垫付款子 钱哪去了 都说和两个口的某企业家 挪走四百亿有关系 最近就见这个省的金融口的官员 一个一个的被拉下马来 简而言之 水很深 简而言之 司马南 嘴很欠 简而言之 司马南 说这种话是得罪人的 所以人家洛阳超 跑出来司马南 那些黑材料就一点不奇怪 隔壁王奶奶说 你聊着别人吗 那别人那不是报复你啊 应该的 我对自己必须告不要这爷爷要求 我认为司马南 你2010年那个时候你买了这个小房子 然后呢商业投资是失败的 我最大的罪过就是我对不起母校 我的母校黑龙江商学院 新中国第一所商业院校 高等商业院校 我是恢复高考之后的1977年的本科生啊 学商业经济专业 你瞧 你就在北京随便买个什么东西 你跑郊区去 你跑廊坊买个房子 他也打着滚翻啊 你去美国买个房子 商业投资失败 因此我自己必须长嘴 我自己必须深刻认错 但是我的错误再严重就是司马南 确实是因为这件事情就证明了司马南 叛逃美国 那扑花用刀的事 也不能轻易就过去 因为司马南这件事啊 跟普华永道的事 还不是同一个量级 和2009年联想改制过程当中 29%的国有资产 一刀被切走 然后涉嫌巨额流失 那也不是一回事 我就冒着为别人的再一顿爆菜的风险 我壮着胆把这话说到这 普华永道 吸纳了安达信的这种遗传基因在内的世界最大的 这样的会计师事务所 你们在中国都干了些啥吗 我的一个朋友跟我说 审计这是 谁出钱 谁决定审计结果 那还要审计干嘛呀 知道吗 联想 普华永道审计 审计费用飙升啊 那比司马南2010年在美国25万买一个小房子呢 升值快的不知道多少倍 也就是说 联想控股拿出足够的钱来 让普华永道落笔千字 联想的事情没完 普华永道的事情没完 普华永道这样的外国的审计机构 到中国社会来深入骨髓 对中国所有的经济架构有水银泻地一般的渗透 这件事情更没完 按照市场原教制主义原则 按照那孔美崇美妹妹的这样的风尚 前些年如此 今天是不是必定还如此 秋天开大会 精神和这件事 之间是一种什么关联呀 现在需要大家动脑筋 好好想一想的时候 简而言之 普华永道现在被盯上了 普华永道 此前你们的黑豆太多了 司马南要检讨 普华永道也要检讨 联想控股也要检讨 赶紧收看再见